剛剛自己有說在路上第一眼看女生看眼睛 那看男生部分第一眼是看男生的 我看男女好像都會最先看到女人 然後會再來就是看眼睛 所以是覺得老公眼睛蠻好看的嗎 我覺得她是一個眼神非常乾淨的人 所以是有重道理的點 當然啊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說沒有 就是老公的那個聖誕節不是很難看的嗎 沒有欸 可是我太暗示她了 要怎麼暗示 就可能今天會跟大家講說老公聖誕節快到了 你知道我的暗示很大 所以就是都是當場學的嗎 也沒有 我覺得只要有時間可以兩個人一起好好的吃個飯就可以了 因為說真的我們不會特別去過節 如果有時間有機會的話就一起吃個飯 我覺得其實也很難 所以沒有跟她暗示一點努力的方面 不會耶 不會 不會啦 我覺得這個就看她 因為這都是新的 我最近那個 所以你在現場沒有看到任何小天使 就是網路上所說的小天使 就是網路上所說的小天使 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太輕不撞 因為工作起來 感覺都是 一切都是正常拍戲啊這樣 所以痘導在現場 提起火爆是真的嗎 我沒有感覺到 所以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說她脾氣火爆的 因為我是沒有感覺到 我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發生後 沒有私下傳訊息的關係嗎 嗯 不打擾老師 沒有跟我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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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